小张的新歌光点在全网数字音乐平台总销售额突破了一个亿 不仅在全网单曲销量及销售额登顶 这是中国内地娱乐史上第一张销售额破亿的数字单曲 顶流实力再获铁一般的认证 真的是太厉害了 即便已经被黑了两个多月 但数据和热度还如此能打 这样的情况在娱乐圈也是实属非常罕见的 无论是破亿销售额还是这段经历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的新神话 小张新歌上线四天成为中国内娱历史上首张销售额破亿单曲 顶流实力太牛了 而且工作室也呼吁大家理性追星理智消费 据发歌首天的购买数据显示66%的人只买了一张 74%的人仅买了三张集以下 消费结构还是非常健康的 近日沉寂近两个月的肖战在零宣传零预热的情况下 发布全新个人单曲光点 歌曲上线不到21个小时 就拿下了QQ音乐殿堂史诗唱编的认证和全网数字单曲的销售额第一的好成绩 而这首歌更是找来了国外的音乐团队 中文歌词更也是为肖传量身打造 用文有的歌声唱出了两个月里的光速般的成长痕迹 相信自己的直觉从未曾改变 最初的那张脸经历多少次更迭 太多无法预言 安静跨越 感觉这就是肖战在这两个月里自己的故事啊 We are made to love 我们外而生 在超越极限的瞬间 经历过自己的改变 走过的痕迹变成光点 这个阳光的大男孩 用温柔的歌声唱着最勇敢的字句 真的是有种一路走来涅槃重生的感觉 而且作为设计师 连封面都是自己设计的 灵感来自于动脉和静脉的交错 在最后在心中汇聚成为爱的光点 经历过黑暗之后依旧是向阳而生 嚣张的内心可不是一般的强大 作为素人出道 经历过社会的磨练 辗转娱乐圈 之前是一个设计logo能卖20万的设计师 而出道5年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心生顶流 露绣的人真的是在任何领域都能闪耀 属于自己的光和热 而这份荣耀并不是在跟别人比 而是每一次在挑战自己 就像肖战自己所说的 反此过往铭记于心 感谢所有善意的批评和指证 成长在路上 在经历了无底线被黑的日子 肖战及粉丝却没有放下对公益事业的脚步 这次新歌更是全面助力爱心公益 根据销售解锁不同的爱心捐款 比如贫困地区的爱心午餐 多所小学的爱心图书室 音乐教室 美术教室 还有在沙漠之洲的小树苗 这些音乐助力都让爱落到了实处 满满正能量 而且对于造谣肖战疫情期间炸监的情况 肖战和工作室也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默默低调的坚权反而被造谣成炸捐 没有慈善机构认领 这次工作室也是被迫拿出了捐献款证书 61万余元的捐款 捏碎了无数的谣言 当上粮被利用就该是正面反击的时候了 肖战顶流再获铁认证 当取光点销售额破亿 成为娱乐圈史最新神话 愿萧镇逆风回归 阳光依旧笑容不减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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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哪里 接下来